乌军准备春季大反攻 而美国政府却在担心这种反攻会失败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有白宫消息人士从内部透露说 拜登正在对乌克兰的春季反攻可能失败 在秘密的做准备的 拜登政府非常担心 一旦乌军反攻失败 那就会让美国政府陷入到空前的被动之中 因此必须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本来乌克兰人把春季反攻的预期 已经拉得非常高了 从去年年底开始就不停的在说 乌军要向克里米亚等地区实施反攻 子连斯基甚至说明年要去克里米亚看海 但这段时间人们却对乌军的反攻 普遍不太看好 本来根据五角大楼泄密的文件显示 乌军计划是在4月下旬就开始反攻的 但是最近却传来消息 说这种反攻可能要无限期的推迟了 而这种消息的背后实际上就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 我们简单说几点 第一乌军的反攻推迟暴露出的问题 首先是武器装备的不足 尤其是缺乏像坦克战斗机等关键性的武器装备 最近有个消息说波兰斯洛伐克援助乌克兰的十几架米格29战斗机 其中有不少架连飞都飞不起来 只能当零件用 那么至于其他的像坦克的数量也远远不够用 装甲车也不够用 所以再加上火炮的炮弹更是远远不够用 因此这武器装备的不足 很明显已经大大限制了乌军的战斗力 这反攻有点够像 第二叫整体力量对比也依然不足 美军参谋长联系会主席马克米利曾经警告过乌方 说我们美国没有灵丹妙药可以帮到你乌克兰 美军援助给乌克兰接下来的那31辆M1主战坦克 也不可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而以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整体军事力量的对比 依然是俄军明显占优 所以在对方力量明显占优的情况下 乌军反攻要想获得大胜明显不太显示 第三个叫俄军的反常动作 也意味着乌军的反攻肯定不会顺利 俄罗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进行了充分的动员 包括武装力量动员 包括后备力量的动员 也包括武器装备生产的动员 现在俄军不少的新装备 包括坦克 包括精确制导武器 正在源源不断的供应前线 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俄方在力量已经明显占优的情况下 不实施大规模的进攻 这个原因何在呢 我们看历史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会战 库尔斯克会战中 苏军在优势情况下 战一发起前并不主动进攻 而是等到德军主动进攻 并且进攻受挫之后 再实施大反攻 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战果 那么现在俄军会不会再次仿效苏军 在库尔斯克会战中那种做法呢 而对于美国的拜登政府来说 如果乌军反攻失败 可能会让美国政府 尤其是拜登陷入到相当被动的地步 比如说会遭到大量的盟友的批评 北约盟友等等 现在是竭尽全力在援助 甚至不惜牺牲欧洲的经济等等 这样的后果 却换来了乌军反攻失败的这么一个结果 你说这个怎么交代呢 再比如乌克兰国内的政治 有可能会更加混乱 甚至连泽连斯基的地位都不稳固了 如果乌克兰国内政治都出现混乱的情况下 那怎么才能够保证有效的执行 美国的对俄罗斯的政策呢 乌克兰人又怎么能打好这场代理人战争呢 最关键的问题啊 乌军反攻失败一定会影响到 拜登的总统选情 现在拜登已经宣布 要参选下一任美国总统的选举了 但是共和党那边明显是摩拳擦掌 包括他的老对手特朗普等等 拜登的选情其实并不看好 如果在这个时候 拜登政府以及民主党大力支持的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并没有获得什么样好的结果 甚至乌军还在战场上继续吃败仗 那接下来拜登竞选总统 可就进一步更悬了 所以啊拜登现在不得不考虑 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了 再来拜登的军事援助 来拜登的军事援助